好 再來關注的是士族賽 我們先來看季軍戰 在今天晚間11點 將由格子軍團克羅埃西亞 對上摩洛哥 這兩隊呢 他們防守實力都相當強勁 因此除了要爭季軍之外 兩隊的門將也都有望 要爭取最高榮譽 金手套獎 克羅埃西亞將對上摩洛哥 爭奪2022卡達士族 季軍獎盃 而比賽看點之一 就是雙方門將 利瓦克維奇與伯努之間的 金手套之爭 就像在這場比賽 但這場比賽不像 他們會駕駛駛駛駛 希望能夠優勢 他們一定有計劃 他們在抵抗 然後他們等到打球 然後他們會知道 他們想要做什麼 摩洛哥這件賽事前五戰 只有因為一顆烏龍球掉球 直到對上法國 才被攻破球門 每場平均失球數0.5顆 在這之前 伯努的神撲救 還PK玩封西班牙 正規賽蕩下葡萄牙 柏努本人表現亮眼到 甚至傳出 已經有黃馬 慢臉和敗人慕尼黑 都想搶人 有PK專家支撐的克羅埃西亞 快七次世足淘汰賽 就有五次踢進延長賽或PK戰 而且都拿下勝利 在八強賽對上巴西時 利瓦科維奇完成11次撲救 而算上日本與巴西的PK戰 他就手下四球追平目前世界盃記錄 有望在這場季軍戰刷新歷史 克羅埃西亞與摩洛哥 在小組賽第一場就碰頭 當時雙方還以0比0踢合 但面對輸死戰 要想贏球 克羅埃西亞需要解決風險無力問題 摩洛哥則得設法突破 克羅埃西亞中場 球評預期 這僵屍一場 可能延長到PK的精彩比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星期天深夜11點鐘 冠軍戰也即將接力登場 被封為真人版章魚哥的 前英國國角薩頓 他做出了最新預測 然而比賽倒數在法國隊 至少五名的球員掛病號 這非常考驗調度 但被問到他們制勝戰略是什麼呢 法國前鋒回答 重要的就是要緊盯阿根廷梅西 身穿藍色球衣的法國隊球員 正在場上加緊訓練 準備迎接週日與阿根廷的卡達士族決賽 他們也希望生病的五位球員 盡快歸隊補足戰力 全球矚目的法國與阿根廷大戰 最後誰能勝出 曾經準預測這屆士族多場賽事結果 被封為真人版章魚哥的前英國國角薩頓 認為冠軍賽法國會奪冠 決賽主裁判確定由波蘭籍的馬奇尼亞克擔任 他是波蘭史上首位擔任士族決賽的主裁判 但梅西生涯曾輸過的兩場比賽 主神也都是他 不過阿根廷媒體指出 馬奇尼亞克生日與阿根廷1986年奪冠決賽的主裁判同天 也可能是好預兆 阿根廷王牌梅西無疑是法國隊頭號警戒人物 曾率領沙烏地阿拉伯 暴冷擊敗過阿根廷的法國級主帥勒納爾就憲策 表示除了防守梅西本人 還要分析其他人怎麼傳球給梅西並從中施壓 球評表示德尚與阿根廷總教練斯卡洛尼 都有帶隊連贏過好幾場 但德尚可能多了一點輸球經驗 在決賽戰也多了一點置身優勢 而德尚這次還會有什麼神調度 也令球迷期待值滿點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來看看專家的分析 說這一場的冠軍戰 總共有四大看點 首先當然就是兩代球王阿根廷梅西 還有法國的後企新秀姆巴佩 而且兩個人都有機會爭奪金缺獎 我們要交給作合 好 觀眾朋友準備好了嗎 要迎接的是氏族賽的總冠軍戰 將會由阿根廷對上法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決賽的四大看點 首先第一個部分 在這個阿根廷的部分有梅西 他就先亞獨缺大力神杯 不過他優勢說 他經驗非常的豐富 像是船船都相當的到位 就連散步可能都是一個威脅 另外在法國當然也不懂小區 他們的小將姆巴佩 這兩大巨星的對決 他們兩個在這一屆都進了五球 不過梅西是多了一個助攻 不過在姆巴佩的部分 他是盛在年輕力壯 可以用快速的速度來突破對手的防線 所以很多人都說這一場交戰 是不是也來世代要來交棒 來看看誰比較強呢 再來第二個看點 是在球王的隊友部分 也是呈現比較年長 跟比較年輕的 像是阿瓦雷茲 他是粉絲片隊友 現在要為梅西爾戰 而二十三歲的姆巴佩茄 也有驚艷老道的吉魯 再來第三個是說法國隊 到底能不能夠衛冕成功 歷史成功連敗的只有兩隊 一個是在一九三八年的義大利 一個是一九六二年的巴西 現在這個法國希望可以挑戰 再來是兩隊的攻防 過去大家認為說阿根廷 還是可能比較以防守為主 不過會不會來刺激反擊呢 而法國的部分在前場以及兩翼 還有中鋒的威脅都是相當大的 好所以看起來冠軍賽 除了是阿根廷跟法國的比賽 看起來也是梅西跟姆巴佩的比賽 因為這兩個人目前的累積技球 都是五球 所以同樣都是金薛獎熱門得主 但我們知道姆巴佩 已經連續兩場沒有進球了 因此也讓助攻數多一次的梅西 目前佔上鋒 無論是梅西的十二碼罰球 或是吉魯的凌空抽射 每一個破門的瞬間 總是讓球迷歡聲雷動 血脈奔章 本屆世界盃64場比賽 一路打到目前為止 已經踢完了62場 根據統計 32支球隊累計打進了163球 場均2.63個進球 令人熱血沸騰 而且幾乎可以確定的是 本屆世界盃的個人獎項 金薛獎得主 會在冠軍賽中揭曉 世界盃規則明定 在比賽中進球數最多的球員 就是金薛得主 如果進球數相同 則優先比較助攻數 要是不想唱下 就以出場時間最少的球員獲得 本屆金薛獎的爭奪 可謂是空前激烈 攤開進球排行榜 阿根廷和法國 各有兩位熱門人選 佔據第一的是收穫 五球的梅西和姆巴佩 埃瓦雷斯和吉魯 則以四個進球緊追齊後 其中梅西又以三次助攻 優於姆巴佩的兩次 埃瓦雷斯和吉魯 則在這個項目上掛臨 因此領跑的梅西 比起姆巴佩略戰上風 但是上場時間 卻對梅西相對不利 因為他是四位熱門候選人中 出賽時間最多的球員 這就是梅西的世界 我們希望他 我們希望他 如果有很多人希望他 我們希望他 我們希望他 但是姆巴佩 各位女士 姆巴佩 這場是一堆 好誠心 這場在法國 雖然姆巴佩和梅西 都是呼聲很高的熱門人選 不過也有媒體認為 隨著比賽逐漸進入尾聲 姆巴佩被對手 嚴加看管的情況下 已經連續兩場 沒有進球的紀錄 但是梅西的表現 卻非常穩定 從小組賽到四場賽 除了對波蘭之戰沒有進球外 另外五場比賽 長場都有收穫 如果梅西能維持住 現有的狀態 要奪下金薛獎 並非不可能 我們喜歡梅西 他很棒的選手 我們喜歡看他 今天我們想看他 全世界監獄 星期間 他會贏 我非常驚訝 我非常驚訝 我希望我們會贏 阿橘人 我們會成功 阿橘人 我們會成功 阿橘人 我們會去殺 阿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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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支擁有金薛獎得主的冠軍隊 不過眼間的媒體也察覺到 梅西在和克羅埃西亞的比賽中 因為一次衝撞 造成左大腿受傷 而且也缺席了之後的球隊自主訓 運練 只不過這項消息 已經被梅西的隊友否認 眾所矚目的冠軍賽 兩隊球員的一舉一動 都受到高度關注 除了要為國家隊 爭取最高榮譽 球員的個人獎項 同樣也是話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來看北市立委補選 王洪威質疑 吳怡農的政見 和黨中央沒共識 而吳怡農則會向 王洪威沒有政見 交給記者莊凱宇 好 主播 台北市立委補選參選人 吳怡農 今天晚上冒著低溫下雨 來掃接敗票 也遇到不少支持者 來跟他加油 他也一直接進到店家內 一一和民眾握手 而對手王洪威也沒閒著 但是因為確診 改由線上出席活動 而面對王洪威 提出了質疑 說吳怡農很多政策 都沒有和黨中央有共識 吳怡農也有新回應 現在來聽一下 可以聽到吳怡農要王洪威先提出政策再來說 而他的起手勢一開始似乎就得罪不少黨內同志 也被稱為孤鳥的同黨立委高嘉瑜 發文稱讚 吳怡農沒有為了贏不擇手段 留下令人敬佩的典範 以上是為您找個消息 立委補選財產申報公佈之後 除了吳怡農四千多萬存款受關注 王洪威名下八筆土地建物也被綠銀酸 頒駁了萬強三四十年勞公寓 王洪威當議員之前就在這瞞下人生首房 王洪威當時購入的這棟房子 跟原本住的老家都在民生社區同一條巷子內 而且後來他又把繼承來的老家打掃專業乾淨之後 有出租給其他訪客 就算屋齡相對高 但民生社區屬黃金地段 而王洪威在財產申報登記八筆土地建物 合計下來名下共有三棟房 包含當選11元之前 以平面媒體的工作收入 埋下第一棟坪數四十五坪 以及父母過世後的繼承房產三十坪 還有七年前在領口購入的八十坪預售屋 雖然王洪威說是退休後要住的 但按照限制每坪價差至少上漲五萬 我從政大概九年之後 我在領口買房子 當時領口的房價相對比較便宜 每一個名義代表真的都是苦哈哈 像我個人我本身都還在負債當中 那我想這個學姐這麼會投資理財 這個理財友方還可以買房子 所以他應該要教導學妹一下 同樣當議員有的是無可蝸牛 有的作用雙倍三套房 不過王洪威強調自己身上 還背著四百多萬房貸 埋在領口的房子不是為了投資 王洪威從好龍斌時代到柯文哲時代 我都是支持囤房稅 儘管錢都是夫妻一起賺的 但就怕被質疑明代代頭炒房 只能火速說清楚表明自己立場 TVB新聞劉力成張科台北報導 新政院通過政院版選罷法 排黑條款遭質疑是變相夾帶中介法 但蘇葵回應他受一切符合國人期待 一度爆紅的美輪明紅之亂 大頭換成韓國瑜 漫畫主角換臉變成薄圍 還有陳時中的馬桶片被不小人惡創 這些都是網友大玩創意的枯手梗 但政院修訂的選罷法中 卻可能統統變成有疑慮 政院通過政院版選罷法排黑條款 其中違背國家忠誠義務 喪事官司法等判刑確定不能參選 還有禁止外國港澳陸企業 或個人脫播選舉廣告 另外就是最有爭議的身位影音 警察機關見識屬實 可以要求業者兩天內撤下 被質疑這概念 根本和中介法差不多 行政院院會通過把相關的法律 修改能符合國人的期待 假排黑之名修改選罷法 卻偷渡數位中介服務法 控制相關的影音以及言論的自由 我想孰可忍孰不可忍 這樣子掛羊頭賣狗肉 民眾黨發言人同時也是高雄安陣營的徐千晴先出招 說中介法要靜悄悄的被夾在選罷法排黑條款中通過了 國人離要被禁言的日子已經不遠 吃大餅包小餅還是分兩個餅兩派意見 但可以確定的是政院版的排黑條款 能否通過潮也還有得吵 自從大陸精靈鬆綁後 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到處拍片記錄車站餐廳人潮 他最新公佈影片宣布 雖然確診了 但胡錫進氣色看起來不錯 他說自己對疾病承受力比較強 除了發燒到39度沒有其他不舒服 有別於胡錫進元氣滿滿宣布自己確診 大陸歌手韓洪顯得憔悴許多 被稱為鐵飛歌手的韓洪確診後 嘴唇乾裂臉部腫脹 聲音聽起來也有點沙啞 疫情燒進大陸演藝圈 藝人小瀋陽確診後 發出自己臉部過敏紅腫照片 李亞彭也在微博拍片自曝確診 染疫的李亞彭影片中看起來臉色蒼白 正在居家隔離的他說 都得靠比他小19歲的老婆照顧 就在大陸確診人數快速飆升的時候 中共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刊文要求 必須最大程度保護官兵身體健康 減少疫情對部隊的影響 大陸實施近三年的動態心靈畫下了句號 微信上有網友認為 這是一場無厘頭的鬧劇 要再交給作衡 好 中國大陸宣布疫情防控新十條 等於也是象徵著這個心靈政策 三年已經是畫下句點了 那麼現在啊 這個心靈政策是鬧劇修場嗎 現在看起來官民態度不太一樣 就有大陸的網友他們就整理出這個疫情減少 說是在最早的時候官方對於疫情的態度 是認為說禁止他們造謠 再來是1月2號到1月19號 2020年的時候是說可防可控不用太過緊張 再來是2020年1月19到12月7號的時候 都還認為說這個疫情要非常的嚴謹 要全面的來追求清零 所以是劇毒無比 可是到了12月7號突然之間 好像這個新冠肺炎變成是小事一樁了 甚至他們就戲稱說 什麼病都是很嚴重的只有新冠 可以只要在家自癒就可以了 所以有網友就在微信上發文說 這三年的清零根本就是一場無厘頭的鬧劇 弄得官員身心巨皮還是要全力配合演出 政府的機制 體制都出了問題 也有人說當局應該要承認錯誤 向國民來道歉 不過這兩篇PO文馬上就被刪除了 而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胡錫進 他就幫忙換夾 他說這個現在秋後算帳 否定防疫的成就都是太偏激的言論 政府已經是在兩害相權當中 取一個比較輕的 不過我們看到在官媒的部分 還是持續吹捧中國大陸 三年來的防疫成就 還說這個防控是科學有效 而且習近平的政策是相當正確 大陸最近部分城市搭乘大眾運輸 或是到公園景區 終於不用再做PCR 民眾也希望社會能逐漸步入正軌 一趟再正常不過的出差 同來沒想到竟演變成回不了北京的久境 他成了眾多又家歸不得 外地養馬族群的其中一個 原以為開車較安全 沒想到這一耽擱就是十天半個月 做充電裝生意 現在豈是一個慘自了得 我這收入瑞減是90% 老百姓都不出去了 都不打車了 那出租車 網路車也沒有生意 那誰去充電 從大老闆便送快遞 有啊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 很多很多 那沒辦法 我前兩天跟我媳婦說 再不然我都準備開滴滴去吧 有送快遞的呀 人家送快遞的 我身邊真有 那肯定 那得活著呀 那你確實能理解 那像你看現在失敗地 好多房貸車貸這些東西 對吧 我看有的銀行個別的給你 就是讓你晚還一個月兩個月 他也不能讓你晚還一年兩年呀 疫情嚴重 北京一會兒停課 一會兒復課 收入瑞減 同來連小孩上幼兒園的錢 都得省著花 他現在去 他也得交一個月的錢 他才能上十天 等於合著一天八百多 一千塊錢 我就想 我還不再堅持幾天 他的是等到下個月再上 沒有必要的應酬啊 就肯定先停了 大家 對吧 沒事也別少 少聚嘛 對吧 就省錢 2022年10月大陸出口 2983.7億美元 比9月下降了6% 是2020年6月以來首次轉付 至於今年10月的貿易順差 851.5億美元 較9月大幅下降20% 就算人民幣兌換美元 今年貶值近12% 也無法挽救出口下跌 而主要貢獻大陸GDP的出口 和基建 頓時少了一隻腳 至於第二隻腳 佔大陸經濟活動五分之一的 龐大房地產業 泡沫崩潰 也一支購房者 及銀行的借貸和放債意願 調整防疫政策勢在必行 長期封控呢 不僅極大影響人民群眾的 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還容易造成焦慮的情緒 引發生活困難 這種情況呢 必須予以糾偏和避免 距離北京 1100公里的寧夏淫川 後車廂市集正熱鬧展開 為了吸睛 每一輛擺攤的車輛都進行設計 有娃娃瀑布 有佈置成迷你小商店 有佈置成女巫的水晶球 在2016年以前 我們當時看到寧夏夜市 有很多這個攤點 但是呢它是戶外的 當時我們在這個台北 在逛這個夜市的時候呢 下雨了 我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 做一個室內的這個夜市 不受這種天氣的影響 我們開設了 我們寧夏第一個室內的觀光夜市 這邊則是小攤販區 跟台灣的夜市一樣 東西琳琅滿目 現在每天能接待 將近一萬人次 每天的營業額呢 是在這個 26萬左右 人均消費112塊台幣 這是大部分地區開展的夜經濟 353歲的同仁堂變年輕了 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一本大大的叫什麼 本苦綱目 什麼很苦呢 包括了加班苦 早期苦命苦 還有內卷很苦 因此呢現在同仁堂 他們專制現在文明病 包括了哪一些 起床困難症 直炒內卷症 熬夜成癮症 失眠症 暴飲暴食症 上班過癮症 突如其來症 陳皮經典 肉桂丁香等草本風味 再以桃子酒中和口感 枸杞馬丁尼 菊花枸杞風味配上雞尾酒 嚴格的疫情防控下 大陸民營企業經營難 上市的國營事業也得自救 賣藥兼賣調酒和咖啡 第一款的話呢 我們先來嘗一嘗 那就是陳皮拿鐵 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真的有陳皮的味道 再來第二款的話 是羅漢國美式 這個是不加奶的 有有有有 有羅漢國的味道 還有一個是枸杞拿鐵 它是用枸杞的原漿下去泡製的 這個的話呢 咖啡味會比較重 枸杞的味道沒有那麼的濃 它的口感是 比普通的拿鐵多了一絲絲的酸甜感 普通的美式可能大家都覺得苦 但是我們的羅漢國美式 會有很強烈的回甘 喝到羅漢國的甜 然後我們的陳皮拿鐵用的是 新惠的老陳皮 然後味道會比較的明顯 它陳皮的清香 它這個顏色是藍色 但是它完全來自於我們蝶豆花 煮出來的水 它是藍色 所有的顏色都不是色素 都是天然的 對然後呢 完全沒有添加劑 沒有折糖 就一般疼症病也可以使用的 食物之外 疫情導致門市老關門 要怎麼賣 同仁堂研發 超大型的藥物販賣機應應 當你在門外支付購藥後 機器手臂就會開始抓藥 接著送到了機器人車上 投递到你手中 24小時服務您 疫情爆發前兩年 大陸由於控制得宜 供給能力遠高於外國 2021年 大陸外貌繼續高歌猛進 全年出口增長21.2% 今年開始反轉 大陸成了全球唯一 還在實施清零的國家 封城導致訂單轉移 越南出口甚至超越廣東深圳 大陸核實開放 前環球時報總編輯 胡錫進12月的這一篇 我們繼續搞大規模封控 產生不了我們想要的結果 國家真的到了 採取新策略 新方法 對付毒性減弱 純步力超強 最新變異毒足的時候 或許有點端倪了 TVBS新聞陳旭毅 陳向如 北京寧夏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